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川雷藏版《绵狂四郎》的第七回《绵狂四郎》多情见 却说刚引平巴来到镜贤寺拜访狂四郎 他知道狂四郎一直独居 却是没想到狂四郎的身边竟然多了一位少女 这名少女叫阿春 至于她为何出现在此却有一段缘缘 早先 狂四郎收到一封署名为阿菊的来信 约她到温柔乡里耍耍 这种莫名其妙的好事引起狂四郎的好奇心 决定一探究竟 老宝欢喜不已 当即叫来一个厨 即少女阿春 便在这时有人偷袭 护得老宝魂飞天外慌忙逃命 狂四郎护驻阿春周全 手中宝剑上下翻飞 回会斩杀树人 其余人等剑是不妙 落荒而逃 狂四郎赶上前 活着一人这才问明情况 在第四回《绵狂四郎女妖剑》中 前任将军得传家旗之女 狙击公主 因为长相丑陋 在权力的滋养下 内心的阴暗逐渐失控 成为一个怪物 她嫉妒成性 以折磨美女为乐 又荒淫无道 杀死所有睡部的男人 这天她看上狂四郎 就要成全好事 狂四郎却礼带桃江 卓一名替身享受 自己躲在一旁观桥 好好的戏耍公主一番 而后她又让公主当众出丑 狙击大怒 当即命人追杀狂四郎 却被狂四郎反杀 狙击再次雇佣 武州西风组的忍者集团 试杀狂四郎 打败这些忍者后 狂四郎见他除计可怜 当即帮他赎身 但是阿春一点也不领情 因为他的父亲因武士事件 而被无辜杀害 自此痛恨所有武士 因此他并不领狂四郎的恩情 宁愿做他的仆人 待偿还赎身的钱后 即刻离开 狂四郎长相俊郎 又武艺高强 不知多少女人倾慕于他 平巴并未多想 只是赶紧告诉狂四郎 最近发生的命案 以他对狂四郎的了解 自然不相信这是狂四郎所为 只是现场涉及狂四郎的信息 他不得不前来求将 狂四郎闻说 有一名受害者叫智乃 乃是马廷念流指南 赤松看兵卫的妻子 当即登门拜访 说明自己并非凶手 这赤松看兵卫 嗜酒如命 剑道馆因此衰败 他的妻子智乃 不得不外出陪酒 挣些外块补贴家用 看兵卫见了狂四郎 更不多言 当即拔刀 狂四郎只得使出绝学 圆月杀法 这堪兵卫倒是晓得厉害 在空中画圈 不过是吸引敌人的把戏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 他竟咬破嘴唇 也不敢贸然出手 狂四郎尽此当即收剑 堪兵卫得意道 江湖传言 没有人能在你的圆月杀法下活命 看来言过其实了 狂四郎道 我的剑从不主动出击 只有对手攻击时 我为了自卫才会出剑 这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说圆月杀法 第二层就是明确告诉堪兵卫 我从来不主动杀人 所以你的妻子不是我杀的 狂四郎和堪兵卫比武这一幕 被一个浪人看在眼里 此人便是下增我典马 当初狂四郎大败武洲疾风族救出阿春 他便被狂四郎的魅力吸引 今番更是想学圆月杀法 却被狂四郎断然拒绝 为了调查嫁祸自己的幕后黑手 狂四郎禁止找到志奶的同事阿九 他见狂四郎出手阔绰 又会哄女人开心 当时告诉狂四郎 杀害志奶的凶手就是他的丈夫堪兵卫 这边堪兵卫得知讯息 当即追杀阿九 阿九即刻向狂四郎求救 堪兵卫杀妻正好理解 身为武士 妻子却做皮肉生意 传扬出去武家脸面何在 但是有一点 既杀妻子为何还要嫁祸狂四郎 那只有一个解释 堪兵卫正需要钱 而杀死狂四郎 就能得到狙击的高额赏金 阴谋被戳破 堪兵卫大怒 这次他被金钱蒙蔽了头脑 理智靠边站 举剑变凯 但玄技倒在狂四郎的剑下 堪兵卫即死 立刻跳出一群忍者偷袭 如此一来 更证实了堪兵卫和局级有勾结 狂四郎对忍者高声叫道 借你口中言 传我心服事 早晚有一天我要端了局级的脑 回过头 我们再说阿春 自他住进静贤寺之后 狂四郎总觉得孤男寡女多有不便 便将他介绍给局九屋慎住那里干活 然而就在路上出现一个疯女人 此后那疯女人总是出现在狂四郎周围 这天那疯女人又出现 但见他扛着竹竿 上面还有张纸条 上书 狂四郎是强奸犯 狂四郎 狂四郎甚奇怪 尾随其后 走进一座破败无人的院落 那疯女人疯疯癫癫 见了狂四郎不仅不害怕 反而卖弄春色 正当春色满园之时 疯女突下杀手 原来她是五周疾风组的女人者 奉命前来刺杀狂四郎 可惜刺杀不成 反被狂四郎拖去上乌 但是这五子已经布下机关 竟将狂四郎困住 便在此时幕后的局级凝笑一声 从暗处现身 疯女想趁机脱身 但这样一来就泄露了机关 当即被同伴刺杀 这反倒提醒了狂四郎 他抢先打开机关 脱身而去 狙击打怒 立刻斩杀忍者泄愤 然而更令他愤怒的是 幕府也派人找上门来 在第四回中 他已经被贬出江户 如今他悄悄回来 为杀狂四郎又惹出诸多事端 如此一来 幕府的声誉何在 特使会喜平泰 希望局级不要执着于狂四郎 从此归于平静 他也好对上有交代 但任性刚烈的局级又怎肯听劝 当即派人绑架了阿春 并传言狂四郎 如不束手就擒 就将怨气撒在阿春身上 为救阿春 必须先搞清楚局级的老巢在哪里 狂四郎找到阿九 大方的投币 再投币 喜得那夫人连忙三连 连忙关门 连忙脱衣 连忙 啊 两人正要录像 忽然有人敲门 慌得阿九连忙起身 敲门者却是一个货郎 两人低语一番后 货郎交给那夫人几枚小判金 阿九警觉地回头看看 见无人偷窥 这才放心 等他回到屋内 狂四郎已经离开 此时的狂四郎出现在大街上 忽然有几名商贩模样的人偷袭 这些人自然是五周疾风组的忍者 狂四郎并没有伤其性命 一来是怕他们会真的报复阿春 二来是想捉活口 为名独集的藏身地点 只是这些忍者逃命的本事 大过杀敌的本事 狂四郎竟一无所获 惠喜平泰却找到狂四郎 狗集不听劝阻 反而变本加厉 因为自身立场他又无可奈何 因而他想请狂四郎剿灭狗集的爪牙 狂四郎倒是乐意干这些脏活 但是他不是为了幕府 而是为了他自己 惠喜平泰见狂四郎态度傲慢 也没有告知局局的下落 到了晚上 狂四郎接着来找阿九寻欢 其实他早已知道是阿九在捣鬼 当初就是他怂恿堪兵卫 去杀狂四郎领取高额赏金 后来又将他的行踪报告给五周疾风组 这是一个爱钱胜过一切的女人 但狂四郎并不忍心杀他 反而觉得他比那些虚伪的人更纯粹 这次回来就是想引出幕后的忍者 五周疾风组果然上当 还有一人见识不妙连忙顿逃 狂四郎想追已是来不及 等他回转屋内 却见一个蒙面人要杀阿九灭口 狂四郎一见挑落面罩 那人恶然是下尊我典马 而他正是五周疾风组的忍者首领 却说小辅警平八 一心要破嫁祸狂四郎的命案 这些天他一直观察狂四郎的动静 见一个黑影逃出来 料定是凶手无疑 立刻追上去 等狂四郎赶到 可怜小小的辅警平八 已被点马斩杀 隐藏在黑影中的点马 趁机向狂四郎发出挑战 地点就在五藏野 而那儿正是狙击的藏身之地 眼看时机成熟 晦系平泰现身 将狙击的详细地点告诉狂四郎 对于他的用意 狂四郎心知肚明 而点马之所以为狙击驱使 也是因为狙击答应他 如果杀了狂四郎 他就可以入世 成为武士 在等级森严的德川幕府 能从贱民一跃成为统治阶层 进而改变士族命运 点马怎不尽心竭力 但是说到底 他和狙击也是相互利用而已 这边狂四郎来到五藏里 静止来见狙击 当面索要阿春 狙击冷笑一声 倾泻对狂四郎所有的恨 要救阿春 就要先过五州疾风阻这关 狂四郎抡起无想正宫宝剑 是不可的 原来这时 狙击拿出一瓶硫酸 如果狂四郎不放下剑 他就泼在阿春的脸上 为了让狙击放下戒备心 狂四郎良装不得已放下宝剑 趁他得意之际大饭硫酸 正泼在女仆身上 狂四郎趁乱捡起宝剑 杀到尽前 狙击见识不妙 连忙顿逃 狂四郎救下阿春 正要离开 又被点马追上 两人不得不进行一场决斗 与其他对手不同的是 点马竟然也学起圆越杀法的招式 光四郎先是一正 然后内心冷笑 图有其表 看我如何破它 当时继续持剑画圈 当剑画到中央 正好挡住视线 从来都是被动攻击的光四郎 这次选择主动出击 除掉五周疾风组后 狂四郎在武藏也遇见惠喜平叹 狙击之乱中是幕府的密室 如若狂四郎传扬出去 势必损害幕府威严 所以他从背后偷袭狂四郎 然而狂四郎早已警觉一剑将其反杀 至于决击 身为前任将军之女 之前已被贬过一次 如今还要被流放别处 她的荣耀已被幕府持夺 她的羽翼已被狂四郎剪灭 刚烈如此的她 带着对狂四郎的恨 欲或者爱自杀而亡 经过这件事 阿春放下内心的执着 改变对武士的看法 这正是恨不消恨端来爱之 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 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上出刀已见的火花 感谢观看